再來關心的是昨天晚上下班時間 台鐵電車線故障影響將近兩萬人 這已經是台鐵今年第三次的大故障了 而且全都和電車線有關 今天台鐵局長是出面道歉 表示是因為設備老舊 但這和維修預算有關 將會進行檢討 霧點上百分鐘 民眾只能轉搭別的交通工具 7月28號下午台鐵霧點大亂 原來又是電車線段落 下午4點地下化的嵩山台北電車線 東正線段落 一級應變小組展開維修 搶修5小時 台鐵只能單線通車 影響75列次將近2萬人 我們首先跟社會大眾 非常的致歉 尤其是在下班的時候 針對列車的延誤 我們現在就是45分鐘的 對號列車全部都是造價賠償 那麼針對這個區間的電電車的部分 我目前如果說還沒有已經近戰 還沒有搭車也是造價來賠 承諾全額退票 不過台鐵才增搬大改點 沒多久就發生電車線故障的意外 外界質疑是因為運量大增 造成老舊硬體負荷不堪 看看2014年從228連駕 極電工扯斷電車線三腳架 毀了6萬多人的小確幸 4月7號宜蘭電車線右斷 影響9300人 到28號的松山台北電車線段落 半年裡三次大事故 就影響超過9萬人 設備有些老舊 這是事實 但是它是一個通案的部分 我們會做改善 那針對今天這個個案 我也跟各位報告了 我們會把這些材料 進行做檢驗的工作 旅客又氣又無奈 也讓台鐵的服務品質 再亮起紅燈 檢討聲浪不斷出現 老問題卻還是無解 買新車的同時 民眾更希望能讓硬體維修 更有保障 U電 TV 陳君傑 岳嘉妮 台北報導